你知道被闪电击中七次不死的概率有多低吗 你知道从天而降四千万现金的人有多幸运吗 第一名死神都无可奈何 接下来就让我盘点世界上十个最幸运的人 编辑不易 劳烦各位看官动动发财的小手 记得长按点赞三秒给小编个鼓励 第十名四美元换得242万美元 一名美国男子从亚当斯镇的跳躁市场上花四美元淘到了一幅风景画 回到家中 他意外发现画的背后藏着一张美国独立宣言的官方复印件 这份发行于1776年7月4日的文件向美国13块殖民地的人民宣告了美国独立 这是现存24份复印件中的一份 也是私人收藏的三分之一 价值242万美元 第九名废墟中存活63天的人 2005年10月8日巴基斯坦发生大地震 纳塔沙被埋在了倒塌的建筑废墟下面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他早已遇难 12月12日 据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救援队已经放弃搜救工作 开始和当地村民一起清理废墟 竟然在一堆瓦力堆下挖出了体重只有20多公斤的纳塔沙 令所有人震惊的是 在被埋废墟底下整整64天后 他竟然还有呼吸 连医生也无法就纳塔沙的奇迹生还 做出医学解释 这名活埋64天获救的巴基斯坦妇女 堪称创下了地震生还史上的一个惊人奇迹 第八名被陨石眷顾的人 你相信吗 天上真的会掉馅饼 1954年一个平静的中午 美国妇女安霍奇斯刚刚想用完美味的午餐 准备在床上小气一下 这时候上帝可能觉得他亲爱的信徒没有吃饱 直接在太空中远距离投胃 一颗陨石以摧枯拉朽之势 直接砸穿安霍奇斯的屋顶 安霍奇斯就看见一个巨大的黑色阴影 直接砸下来 就在他以为会去见上帝的时候 这颗陨石表示 我只是吓唬吓唬你 陨石砸向了在床边的收音机 巨大的冲击力让他反弹起来 然后稳稳地落在安霍奇斯的怀里 据说当时曾有人开出500万美金收购这块陨石 虽然安霍奇斯躲过了这次陨石坠落 但他最终还是在陨石的辐射下生病去世 有数据表示一个人一生中被陨石砸中的概率只有70万分之一 你知道被闪电击中不死 反而获得超能力的人有多幸运吗 第七名被雷治愈的人 艾德文·罗宾逊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缅因州的62岁老人 他在一次交通事故中 双目失明还失去了听觉 这天他在田野上拄着屡志拐棍召唤自己散养的鸡 突然间暴雨如注 电闪雷鸣 罗宾逊在一棵大树下躲雨 众所周知老人都会告诉你打雷下雨天 不要躲在大树下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现实爆这不就来了 罗宾逊被闪电击中 迷迷糊糊躺了20分钟 居然醒过来了 醒来后的他好像看透了红尘 鸡也不要了 直接回家睡觉去 第二天醒来发现听力和视力都恢复了 他的医生刚开始不相信 但是检查的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 医生表示他甚至开始相信 这世界上有包治百病的药水 第六名获得超能力的男人 美国密苏里州的31岁电气工程师哈罗德迪尔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暴风雨 一路有惊无险地回到家 但没想到刚从车上下来就遭到了雷击 受到冲击的靴子裂开 皮带扣 零钱身上带的所有金属全部融化了 但是他却奇迹般地得救了 后来他发现他身体出了问题 一到寒冷的天气 他的脊柱就格外的不舒服 在零下23度的环境中 即使他的体温已经降到了35度 他还是会觉得很热 在零下6度的冰天雪地 他甚至可以连大衣都不穿 电视台的人甚至纷纷要求他穿着短裤在雪地里拍照 一个专门研究雷击事件幸存者的组织 还邀请他担任了宣传负责人 第五名飞机空难幸存者 1971年12月24日 朱利安开开心心地跟妈妈来到机场 准备乘坐飞机去看望远在他乡的爸爸 但天有不测风云 飞机行驶途中暴风雨突然袭来 乌云中的雷暴突然击中飞机的右翼 飞机迅速逝去平衡 不停地旋转 飞机舱内的所有可移动的东西 全都无差别地向乘客袭来 尖叫声 痛哭声不断响起 绝望向他们袭来 不知昏迷了多久 朱利安缓缓睁开眼睛 却突然发现他就坐在空中 更可怕的是 他现在在空中自由落体 然而飞机坠毁的地点 却是鳄鱼和识人鱼环似的亚马逊雨林 他在雨林中躲了十天 才被一群秘鲁的伐木工发现 而他也是这次空难中的唯一幸存者 世界上最幸运人 不仅七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买彩票还能轻松中得五千万大奖 第四名被欧皇附体的男人 1999年37岁的 澳大利亚卡车司机比尔摩根 在路上遇到重大车祸 虽然幸运地活下来 但是在康复期间 他又对药物产生了严重的过敏反应 心脏停止跳动的时间长达14分钟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他会就此长眠的时候 他的心脏又重新开始跳动 医生说他大概率会变成一个植物人 但是比尔摩根表示 被欧皇附体的男人 怎么会轻易认输 12天后 比尔摩根清醒过来 除了躺得有点腰酸背疼外 什么问题都没有 你以为故事到此为止了吗 出院后 比尔摩根成功求婚自己的女朋友 为了庆祝成功买了一张彩票 赢得价值80万的车 电视台觉得这小子有点东西 邀请他参加节目并现场买一张彩票 没想到他直接赢得1180万美元 果然欧皇附体的男人是不会输的 后来小镇的人们逐渐把他当成了幸运神 出门远行或者买彩票前 都会念着他的名字祷告 第三名躲过核弹的男人 1945年8月6日 美军向日本广岛投掷了一枚原子弹 此时一个名叫山口弩的29岁小伙子 正在广岛出差 无数人被这场灾难夺去了生命 而他只是被爆炸气流冲到了一堆马铃鼠中 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充满戏剧的是 这个被吓坏的小伙子 第二天马不停蹄赶回他的故乡长旗 8月9日上午 小伙子正在公卫上新勤马自 一道刺眼白光撕裂天空 巨大的蘑菇云升起 幸运女神之紫山口弩 站在废墟中嘲笑死神的无能 当时的科学家不相信 有人能在核爆中幸存下来 甚至想要把他带走研究 但是经过调查 发现小伙子是有点主角光环在身上的 最后这位幸运的小伙子 寿终正寝 享年93岁 第二名被雷击中7次的人 劳爱沙利文是世界上 唯一被雷击7次而幸存的人 沙利文第一次遭雷击是在1942年 当时他的脚指甲被掀掉 1969年他遭到第二次雷电袭击 这次被烧掉了眉毛 1970年雷击烧焦了他的左肩 并导致左臂瘫痪 1972年4月16日 雷击将他的头发全部烧光 1973年8月7日 他正驾车行驶时 低空云层中的闪电 将他的帽子甩出三米远 并烧了他的帽子 1976年6月5日 他第六次被雷电击中时手肘受伤 倒霉的沙利文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没想到1977年6月25日又来了一次 正在河边钓鱼的他再一次被击中 胸部和胃部被烧伤了 要知道被雷击中的概率是80万分之一 那么幸运存活下来的概率会更低 第一名与死神叫板七次的男人 在克罗地亚有位名叫弗拉诺 塞拉克的音乐教师 死神遇上他表示杀不死 根本杀不死 1962年塞拉克在火车上 悠哉悠哉地听着小曲 调皮的小火车一个大跳 直接脱轨飞进了冰河里 我们的主人公拖着一只 断了的胳膊游上了岸 成为事故唯一幸存者 火车不敢坐了 那就坐飞机 1963年塞拉克开启了人生的第一次首飞 蓝天白云好不悠哉 不出意外的话就是要出意外了 发动机出故障的飞机一头扎进大地 死神表示 这下他能死透了吧 然而在飞机坠毁前 机舱门炸开 坐在门边的塞拉克被甩飞出去 好巧不巧落在一堆软乎乎的干草堆上 飞机火车都不行 那就坐大巴 结果大巴失控冲进河里 他再一次毫发无伤地从河里游上了岸 在经历了多次公共交通事故后 塞拉克有阴影了 依然选择自己开车出行 没想到再一次出行中 他的车子突然着火 在他果断跳车一秒后 车子爆炸 自己开车也不行 那走着总可以了吧 死神表示 当然不可以 在路边行走的塞拉克 直接被失控的大巴车撞到 而我们的塞拉克 再一次顽强地站起来 1996年开着新车 在盘上公路上行驶的塞拉克 连车带人直接翻下了悬崖 救援人员到达崖底后 只见一片狼藉 连尸首都找不到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塞拉克的生命终于画上句号时 一抬头发现塞拉克 挂在悬崖半腰的树上 在与死神交手七次后 他终于迎来了好运 74岁的塞拉克先来 无视买了张彩票 中了5000万元大奖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